第一个一定要为付出最努力的社区里面我们称为大象 大象就是比如说布施啊 或者说理事长啊 或者说参与当众的老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观察那么长的时间的时候 我真的会蛮感动 但是有点不舍 就是比如说迎布施来好了 他一到五就为了客户 为了这些孩子 他已经忙碎了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觉得一定要为这些大象们祷告 那么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在管理上面 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些人力的一个接班的人力 更多的同工来参与这样子社区的工作 第一个部分的祷告我觉得应该为这些孩子祷告 因为孩子确实有时候没有感受到家庭的爱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不断提醒自己 我们不能够替代家庭的功能 但是怎么恢复他们功能 我觉得真的要在为他们这些孩子来祷告 因为一个品格一个教育 如果从上帝来的话语 如果正确的话 从小开始 那么我们安心 因为他会行在当行之路 也许多年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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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 原因就是非常非常必技术的 Wasser 在笋起码的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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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到外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